知名度越大承担的风险就越高 无论是明星还是名人 他们都会面临着轻便万化的复杂的安全风险 名气和声望会让人们对公众人物有更高的期望和标准 这种莫名的压力可能会让人失去安全感 因而更多的人将安全感寄托于保镖 如果没有了王室保镖的保护 在众人的簇拥或者围观之下 王室成员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理论上作为妇孺皆知的王室成员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包括在自己的家里 城堡 他们都有可能会遇到麻烦 实际上英国国王和王储 以及其他重要的王室成员的安全 是由皇家卫队负责 但是贴身保护成员的任务 就交给了更加专业的王室保镖 保护王室成员的警察 也被称之为苏格兰场的皇家保护小组S14 苏格兰场的皇家保护小组S14 通常保镖会配备了一把9毫米格洛克17手枪 一台对讲机和一个急救箱 能保护王室成员的警察 都需要有10到15年的工作经验 在成为保镖之前 他们都接受过枪械训练和徒手格斗 高级驾驶紧急急救等基本训练 警察是英国允许常带武器的人员 为王室服务的警察 拥有一个可供使用的秘密枪械库 以备不时之需 显然保镖必须是弹无需发的神枪手 保镖之所以需要掌握高级驾驶技术 是因为需要他们运用超高的驾驶技术 带着受保护的对象逃离危险境地 当西蒙摩根担任王室保镖时 他袒露王室成员被狗载队 疯狂追逐抓拍几乎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曾在S014服役的摩根表示 在他工作范围里 他绝不允许猫捉老鼠的追逐戏码出现 因为他觉得在高度警觉的情况下 高速行驶的汽车穿过狭窄或者拥挤的街道时 可能会导致致命的事故发生 没错摩根案指的就是戴安娜的车祸事故 也有人认为如果当时的戴安娜 还能享受S14安保服务 或许他就不会遭遇那场致命的车祸 因而特殊的驾驶技能 真的能让雇主逃脱危险的处境 此外他们还应该具备出色的软技能 这就包括了人气交往能力 沟通能力外交能力和冲突管理能力 毕竟除了家人之外 保镖是长时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外人 所以在某些时候保镖就不再是雇员 而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善于沟通才能让这项工作更加的轻松 因为这项工作的性质 确实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进行 并且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在很早之前伊丽莎白二世就习惯了男保镖的陪伴 当她还是公主的时候 每天都会有男保镖陪在她的身边保护她的安全 1944年警察都查亚历山大亚瑟 在服役16年后成为伊丽莎白公主的警卫 在6年的时间里 她陪伴她参加了英国国内外的所有公共和私人活动 在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 他们情同一家 有时候亚瑟还会帮忙照顾查尔斯和安妮 1951年由于健康的问题 她已经无法长途飞行 于是她只能调离安保部门 在离开的时候 伊丽莎白二世还送了她一个亲笔签名的烟盒 查尔斯王子为她送上了一束康乃馨 以示感谢 为了表彰她的努力 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还为她颁发了维多利亚勋章 自从订婚消息公布之后 王氏就为凯特开启了全天候的安保服务 伦敦警察局的资深警官凯伦·卢埃林 她曾向德赵透露王氏成员外出时 保镖思考最多的还是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以及下一步行动所承担的风险 对于自己的工作 绝大部分的警官还是会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 凯特的保镖普伯特警官曾告诉记者 我知道人们对我的工作感兴趣 但我的私生活与我的工作无关 所以我不会将私生活和工作混在一起 相对于其他王氏成员 梅根对全天候守在自己身边的保镖十分的反感 消息人士曾向泰晤士报透露 与那些从小在王氏长大 从小就习惯了安保服务的人有所不同的事 梅根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即便她是一名演员 不过她仍然无法理解这种寸步难行的生活 然而如果没有了保镖的保护 其实她无法摆脱媒体或者民众的追逐以及围观 访问斐济时一位女性站在梅根的身边为她保驾护航 旁人有大动作的时候她会迅速地将梅根挡在身后 负责任的模样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根据英媒的介绍 这位为梅根服务的女性是王氏的顶级安保人员 她也是英国王氏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安全主管 但是在陪同梅根前往斐济不久之后 保护梅根的安全警官选择离职 至于离职的理由人们不得而知 毕竟团队都签署了保密协议 他们无法也不能向外界透露任何工作中的细节 受到保护时觉得自己的人身失去了自由 一旦失去了保护又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自从失去了英国警方的保护后 哈利王子一直试图以私人的名义雇佣警方提供的安保服务 不过他的这一诉求已经被伦敦高等法院驳回